这张作品 技法是传统的 但是透视 是偏西方的焦点透视 什么是焦点透视 什么又是散点透视呢 我用一个不是很严谨的 但是通俗易懂的话来告诉大家 焦点透视 就是你看这个画面 只能在一个位置上看 就是这个位置是包括它的透视各方面 看起来比较真 就是我们眼睛看上去的这种效果 而散点透视呢 就是你随便看哪一个地方 都感觉透视挺好 但是整体上看 感觉就有点像那种儿童话的那种感觉 看上去比较智着 装饰衣味比较浓厚 焦点透视 是符合人的视觉真实 讲究科学性 特别强调 近大远小 散点透视 整个画面有很多的视角 每个视角又在局部构成透视 举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 有点像我们刨山 走一段拍张照 再走一段拍一张 然后拼贴起来 能正确的理解这两个透视的概念 对我们审美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张作品元素并不多 相对容易化 这张作品的中心在中间位置 中间十周围须 颜色这么重的值 染上色是看不太清楚 干后才能看到 在颜色比较重的这个宣纸上来画 我们千万不要用颜色跟它抗衡 它颜色重 我们上色一定要淡 国画颜色覆盖力是比较差的 即使是靠亮大概入它 颜色看上去也是非常死的 不透气 怎样把颜色画得又透气又厚重 颜色还比较鲜艳 这个对于颜料的要求比较高 还有一些技巧 当然最消耗的是时间 有一些颜色比较鲜艳 厚重的青绿山水 都是上上一遍颜色 干后再上 干后再上 反反复复 每一侧上的颜色都比较淡 三番久染 再加上比较好的矿物质颜料 这样才能好看